hello大家好我是音少 又过去了一个礼拜 大家没有想完啊 其实我现在也在考虑要不要一周两更 因为感觉就是周更的话 虽然比较方便自己剪视频跟偷懒 然后呢但是就是感觉 大家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就可以慢慢的把我遗忘 然后这次的视频主要内容呢 就是我去做了两次美容体验的一个Vlog 然后包括 Rolati RF 然后超声刀 烫睫毛 全身瘦身减肥仓 然后还有什么小气泡清洁 这大概这五种吧 中间呢这两次中间呢 大概隔了有一个月左右 具体过程是什么样呢 然后我大概都有记录了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当时的效果 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就看下去吧 hello大家好我是音少 然后今天呢 我来体验一下做美容项目 因为我最近就是年龄到了 感觉脸上各个方面都有那种 就是脸往下搭了那种感觉 尤其我这个素颜状态看法 另外特别严重 还有一些其他美容项目 比如说什么烫睫毛之类的 我也来感受一下 因为我的睫毛就是属于那种 特别特别硬 然后用睫毛膏都定不住那种类型 然后今天是来到那个 朋友介绍的一家 美容的 美容店吧应该算是 然后是叫I Beauty Care 然后因为我对 就美容这块也不是特别了解 之前所谓的 做的什么医美项目啊 或者是美容项目 就是纹个眉毛 然后还被我手前给扣了 然后做个美瞳线 现在还留着一半 之前中的睫毛呢 也被自己那个揪掉了 所以我看看这次能不能 让我有一种 焕然一新的感觉 然后现在我就准备去卸妆吧 将我卸妆基本上就是 用那个眼唇卸卸全脸 现在是一个正确的卸妆流程 你这是闻过眉毛的 嗯 其实你画眉毛的水平还可以啊 没有录到手 来我再帮你录一下 它长出来你就挂 嗯 为什么 这就不适合我画眉毛了 突然想起一句话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夫 卸妆的这一分钟 它画了很久 刚才帮我画什么呢 一秒先没有了 我感觉我的苹果梯 苹果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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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鸡就是一天一天的往下走 在下楼它 你得防晒哦 你这个 是我好多斑 这个是什么 晒后的斑吗 还是什么斑 因为这个斑 斑的就是 起因有很多种 有可能可能是 就比如说 晒斑 有的可能就是 压力长的斑 有的可能是 孕期长的斑 孕期应该不太可能 开始了 我用洗面来帮你做洗面 我一边洗妆 洗完脸 也就五分钟吧 五分钟 那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卸一下 对 我就是没有 好好卸那边 就是画的时候会很认真的画 对 卸的时候就 很粗暴 这一步是 卤酸 卤酸是可以温和地去角质的 我们正常人 皮肤应该每周都做一次 温和地去角质 因为老化的角质 堵塞我们毛孔 代谢不出去的时候 都会可能 引起长痘 皮肤下垂 长皱纹 好生硬的讲解 没事没事 就是这种科普向的 一定要 很生硬 对 你没法太欢乐地 跟人讲解 就像我这种 不怎么护肤的 邋遢女孩 感觉是那种小吸管 在洗我的脸 它这个里面有两根管 然后一个是可以 就是导入精华 然后同时另外一根管 就是把你 皮肤里的脏东西 会再吸上来 其实现在这个 所以差不多正常的皮肤管理 都会有这个效果 这个现在用的是水羊酸 水羊酸就是可以帮你清除油脂 然后就主要是坐在梯子去 有吸出东西吗 出满了好奇 有 你可以看一下 我感觉干净很容易 我要当一个精致的女孩 现在这个是补水精华 把它就注入到我的皮肤里 对 热热的 对 但是也不疼 这个属于色品体了 它可以刺激真皮层的胶原蛋白再生 我今天都觉得这种美容的项目都是那种很疼的 一直就不敢尝试 可能你一直以为美容是医美呢 对 我印象中都是做那种 时间治疗太近那种 那种 然后死了垫里那种感觉 看一下它这边的脸已经做了一会儿的提升 嘴角 嘴角肉歪的 对 然后黑心老板娘一会儿做一半不够做 然后看它的皮肤这边也其实会比这边嫩一点 白透一点点 是因为色品可以再生酵原蛋白 你看它这边脸会比这边提升的多一点点 我现在躺着能感觉我这边的脸提升了不少 而且你自己也会有它紧致的感觉 我真的感觉这边白很多 是我的错觉吗 是真的白了 就感觉现在这边就是40岁到82 然后这边就年轻很多 你看它这边的法令纹其实浅了 就这一块 对 你到时候后期调一下 你看能不能对比出来 因为它其实这个还会是 你看到镜子的感觉会明显一点 我现在就是看镜子 因为我原来本来就这边脸比这边脸大 对 它原来是这边脸会大一点点 然后现在这边脸跟这边脸是一样小的 看它这边 这儿也比刚才紧致了一点 刚才 现在给大家拍一下睫毛 原本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第一步先贴眼贴 这个是现在做完的样子 它现在做的这个是全身4S混肤减肥仓 这个是可以全身减肥的 它除了减肥溶脂还可以帮助你刺激胶韵蛋白再生呀 你要是妇科啊 对那个暖巢子宫也会好 然后有关节炎的啊 也可以改善 这个还可以改善睡眠 你睡眠好吗 不好 我经常窝牛睡眠 给我平凡是40多分 就是七八十岁的人老年人的那种睡眠 哈喽大家好 我是音尚 今天就是来做第二次做美容了 然后来的店呢 也是我第一次来的那个丢丢他们家的店 就是iBeauty 这次这个店是新年刚开张 然后本来我上次开业的时候有录一些素材 结果手机不是丢了吗 所以今天重新给大家看一看 他们家这个新店特别的好看 然后这个娃娃机我上次来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从里面装出东西来的人 然后从门口给大家看一看 他们家新店就是设计的超级好看的 然后这一块就是一进门的样子 正对门口有一个特别的包包的设计 然后里面是钱 就是你可以从这边爬进去 然后拍照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前台 然后这块呢是一个抓娃娃机的地方 然后里面有些口红 还有一些化妆品什么的 然后这块就是美甲区 虽然我现在这个工作原因不能做美甲 像这块有这种棉签有一包塑料袋 然后写的是钱人 然后直接上楼吧 怎么看一看 我一定要赚钱买个稳定器 然后这边就是整体二楼的样子 然后这一块呢是一个休息的区域 就特别舒服 就往这一摊什么都不用想 第二层呢就是做皮肤管理的一些地方 这是上次开业的时候可以在这拍照 然后这个厕所 厕所就先不进去了 厕所可以进 哇 这个卫生间设计的很有感觉啊 这个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做全身的那种皮肤管理啊 或者是之类的 就可以在这先摸个浴什么的 而且东西都还蛮齐全的 然后再往里面走 有一间房子我特别喜欢 是这个样子的 这间房子也是一个做美容的地方 但是这块有一个小小的小帐篷 然后一个一小匙的那种海洋球的设计 就带孩子来就可以把孩子弄在这里 这个就是上面是跟这几个标嘛 这个就是VIP房 哦就是设计很贴线 如果像一般那种美容店 就如果带孩子的话 孩子就会到处乱跑 无处安放 哎这是一个美人鱼吗 对 美人鱼的团 然后这个是我上次做的那个东西吗 对 就上次我做一个类似 那叫全身减肥的那种感觉 全身瘦身的这个机器 然后这边都有这种小凳子啊 然后整体的环境都特别的温馨 啊这个地毯好好看 然后大概这就是二楼的全部景象 啊还有这么一个房间 这个是盒的意思吗 所以这个就是两人家 就是两个人一起来的话 就可以在这间房子做 不用相隔特别远 然后差不多这就是二楼的所有样子了 然后我今天一会儿要做的项目呢 是超声刀吗 还是 对 超声刀 然后到时候再给大家做一个记录吧 我现在卸完妆了 哇 这个造型好贵妇 明显的感觉我这边就多出这一坨 就是 这应该就是上了年纪所谓的胶原蛋白流逝 所以它会下垂 然后包括这边的发灵纹也特别重 然后很明显就是这个左右脸不对称 就这会儿会做出这么一坨 不知所云的一个东西 然后待会儿希望可以让美女姐姐 把我把它这一坨拿走 它是因为它面部神经的话 是属于这个区域 就是包括额头的这个 还有印堂的这个部分 太阳学的这个部分 是不能操作的 因为它属于面部神经比较深度的地方 包括前两指 但是虽然它这个地方化出去了 但是它也让我们做的提升 因为咱们讲了 这些筋膜层是整张的嘛 就是咱们一会儿操作的话 就是这三块 然后它的探头都是 操作的话都是点 都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咱们一会儿它的操 虽然说它这个面积很大 但是它发数就是在这个之间的运作 所以我们就这样 就按它这个宽度来画的 然后它的发数点 是以线的形式发出的 你看它就快有条线嘛 然后它的能量点就是一条线 而不是整个面 它是以点输出的形式 就是以点为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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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超声刀的部位 皮肤会比较好 嗯 嗯 它会改善毛孔之类的吗 对 就不是改善毛孔是一方面 因为它可以刺激咱们真皮层 做完蛋白的再生 嗯 就一般为什么做完全脸的超声刀 都建议它 嗯 在七天连续敷面膜 因为这个时候它皮下吸收 面膜的精华的时候 效果是最好的 好 而且你的皮肤你会发现比较好 嗯 因为像我做的就比较多了 就一摸你皮肤是什么样的状态 基本上就知道做完的效果 会有什么样 因为超声刀的话 它是 你做完了当时的效果就很明显了 但是它只是30% 它后期的效果 要比现在当时做完的效果还要明显 嗯 疼到不疼就会被按着的感觉 对 嗯 然后现在我感觉我整个脸就是比较对称的 原来这边 就是多了那么一坨 然后从正脸看的话 应该对称许多 然后现在做完超声刀 敷一个 保水功能比较好的面膜 大家看起来我要去刮胡子呀 还是落腮胡 然后说是做完超声刀之后 要连续好几天 这边敷就那种既视性保水的面膜 会更有利于皮肤的这个吸收 感觉下一秒裹点那个面膜炕就可以下锅炸了 给自己打一个码 你动把三个饭 好现在我就是做完这个超声刀 可能视频里看不太出来 但是我是觉得我这个脸这块确实小了 而且就是从这个嘴角的这个弧度来说 就是我原来是这样 这么嘴 这样的嘴嘛 大家可以从 去我第一期视频可以看出来 我的我的嘴是那种不高兴嘴 就是往下搭了的 然后现在就是嘴角是已经平行的了 没有这种往下搭了的感觉 就整个人紧致了不少 然后脸的话 因为我这个大小脸就比较严重 可能大家从视频里看 还是觉得这边脸比这边脸小 但今天做这个超声刀 我感觉已经提上不少了 就是这一坨东西已经小很多了 就刚才我一捏能捏一大坨 现在捏的话 就只有能捏到这么一点点 这个大概可以保持 一年多 一到两年 然后今天这个超声刀的体验 就到此结束了 然后不知道下次会体验什么想 大家看完前面的视频 应该会有大概的一些了解 然后我就根据我的了解 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热拉提RF跟超声刀的区别 首先大家肯定第一个关心的是价格 价格其实这两个相比 确实价格差的比较大 热拉提RF它是780一次 然后2996次 然后这是那个可爱的丢丢店长告诉我的 这是一个疗程 它不是说像超声刀一次就能解决的 RF呢就等于说你打完一次 然后间隔半个月到一个月 打去第二次 你要连续打大概六次左右吧 才能会有一个比较的效果 然后像超声刀的价格是比较贵了 超声刀呢它的价格是15800 嗯 我知道 很贵 非常贵 然后对于现在的 不管是工作党学生党来说 都是比较贵的一个价格 但是它唯一的好处呢就是 你打完一次 你就不用再联系去一个七八次那种了 因为它就可以直接就保持一到两年 就是直接做一个提升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 因为我也是过去做体验的嘛 然后丢丢跟我说 啊丢丢就是店长啊 他们现在有一个体验价格880 为什么突然变得那么便宜 然后总之上就是大家可以很直观的看出来 就是我这个脸型 其实我是有变化的 但是我就是觉得剪视频的时候 其实也感觉出就是视频里还都不变 我同事也好朋友也好 就是他们面对面那种看望的感觉 是说我这边的变小了一点 然后就是整体脸型没有那么歪了 把头发都撩到后面 大家可能看得非常明显 然后我现在这会儿 因为我要补录一个结尾嘛 然后今天我是10月19号 然后这天补录的 然后因为我明天要发视频 所以我今天再补录一下 然后大家就可以大概打完那个超声刀 过了一礼拜 正好也连续敷了七天的那种补水面膜 然后是这种效果 就是可能视频里看 还是这边更加的肉多一点 说一下那个关于小气泡 小气泡的清洁 真的脸干净了很多 而且当时就能看到我那个 鼻翼两边的黑头都已经 就是被吸走了 虽然毛孔还是很大 但是毛孔里面就是比较干净 没有那么多黑黑或者白白的东西在 然后还要烫睫毛 烫睫毛因为我之前中过睫毛 而且你中完睫毛 你变化眼线的话就是很难卸 你用棉质的那种化妆棉 或者是什么卸妆湿巾 现在它都会 我不知道是我中的那个档次不太好 它都会卡在那个中的睫毛根部 然后就会扯掉很多棉续下来 然后一扯到棉续一勾很容易它就掉 然后导致我后期真的是自己人工把它卸掉 然后烫睫毛 所以我就说我何不可以用自己的睫毛 睫毛根部烫起来 就是不要让它就是这样插着的 然后现在过了一个月 我睫毛虽然没有当时烫的那么卷翘了 但它起码还是 因为原来是这样的嘛 原来是这种形状的睫毛 然后现在起码还是这个 这个这种程度 就是没有很塌 但还是一个维持一个很自然的效果 然后我觉得烫睫毛的话 就是学生党可以去考虑一下 就是烫睫毛这件事 就是它是把你自己本身的睫毛 帮你烫卷烫翘 而不是用通过什么重睫毛之类的 这种嫁接方式 会更加的自然一点 当然前提是你的睫毛也不要太短 要不然你烫起来没有什么效果 然后还有就是全身的瘦身仓 那个其实因为我本身比较白 所以我没有体验它当时那个全身美白 而是我体验了那个全身瘦身 但是我其实觉得那个机子 可能做全身美白的效果 会更加的好一点 然后全身瘦身的话 我当时是就是从进仓之前 进仓之前 有稍微量了一下大腿围啊 腰围啊之类的 数字我就不想说了 反正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但是我从那个仓出来之后 有减少了一到两厘米 当时的效果是有减少了一到两厘米 但是因为我后期没有再坚持 或者是运动什么的 所以可能又腹胖了 总之呢就是 这两次的美容体验下来 就是给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大门 而且我在这里就是想传达一个观念 就是说我也不知道这个观念 是不是正确啊 反正就是我做完这两次美容体验下来 是有这么一个感想 就是你再贵的粉底液 你再贵的复服品 都是没有一个好的底子来得强 因为我很注重遮瑕嘛 就是你再轻薄 再厚重 再遮瑕之类的粉底液 你上脸之后都没有一个毛孔小 没有斑没有到白净的皮肤上粉底的效果好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跟你用同一款粉底液 人家看来就很干净很利落 然后你看起来就是包括我也是 就是很假面很厚重 然后卡文卡粉浮粉这些问题都出现 这就是一个就是肤质原因 还有就是你本身的底子的关系 然后而且现在就是如果你的经济条件允许的话 我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就是定期去做去美容店 去做一个皮肤清 深层的皮肤清洁 或者说你自己更加要做一个那种 脚质的去脚质的这么一个瀑布步骤 然后或者你条件再好一点的话 大大斑啊 做做小气泡啊 或者是偶尔来一次勒拉提或者超声刀也好 而且像我因为我的年纪很大了 我说我之前发了个动态嘛 说我去做超声刀了 然后底下有的评论说 你刚多大就去做超声刀 然后我说我30了 然后好多人都不信 就觉得我可能看起来比较年轻是吧 比较中二 那其实我是马上就要30了 再过两个月我就正式的加入了30大军 就是30岁了 所以就是25岁之后就明天的感觉到我的整个脸 包括胸 就是抗拒不了地心的引力 它就开始往下垮 就是包括我的法令纹 还有嘴角还有两边这个肉 它都是真的是在往下掉 在年轻的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开始不怎么做皮肤保养 就是不怎么抹下脸 或者不怎么抹眼霜 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提拉的操也好 你没有去做这些东西的话 你25岁之后你的胶原蛋白的流逝 真的就像那些胶原蛋白就像风牛一样 就开始跑跑掉 就是走很远 就是好的底子会让你的底妆和彩妆部分 会更加的精彩 所以下次再有机会的话我可能要去考虑把我脸上那些斑打掉 今天剪视频才发现确实我那些斑好明显 就包括我这边的好多血斑 还有那种晒的那种斑 然后还有包括好多痘印 就是年轻时候手签留下的锅 我把它们都打掉会让脸更加白硬一点 虽然我不能让这块胎季消失 但是我就起码让我胎季之外的地方看着好一点对吧 然后呢以上呢就是这期视频的整体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你欢迎点一个关注 然后投资并且点个赞 然后收藏巴拉巴拉的 然后 然后